大家好,我是依依 现在残豆角很便宜,也叫姜豆 今天花了20元,买了11斤用来做干豆角 做干豆角选择这种残豆角 不能选择太老的或者有虫眼的 接下来把残豆角处理一下,去掉头尾 再清洗干净 接下来锅中水开后,放入豆角焯水 煮开后,豆角颜色变绿 再煮大约3分钟左右 记得豆角一定要煮熟晒干 不熟晒干的豆角吃起来口感不好 这是妈妈30年晒干豆角的经验 煮熟后捞出 放入盆中 可以放在巅峰上下,快速吹凉 然后把豆角放在晾衣架上,一次摆开 在通风的地方晾晒 这是第二天,个别豆角已经干了 这是第三天傍晚,豆角已经晒干了 把它收起来 吃的时候用温水泡一下 加些五花肉炒着吃,炖着吃 我包包子都可以 口味独特,鲜嫩有嚼劲 别提有多香了 吃一年也不会坏,做法超简单 然后把干豆角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混换起来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转发,再煎也试试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见